跳水界的一个时代 即便是退役多年 他们在跳水上的精彩瞬间 仍然让所有的中国观众激以忧心 两人的成名路线 包括婚姻生活都很相似 退役后两人都介入了香港豪门 郭晶晶 霍启刚的爱情 一直是豪门婚姻里的一股清流 昔日跳水皇后和豪门阔哨 不仅不慢的一场恋爱谈了八年 婚后五年甜蜜如初 这样现实版灰姑娘的爱情 令人艳羡又好奇 傅明侠与梁锦松的婚姻 也大大提升了傅明侠的人生境界 多年后 为什么会嫁给比其年长26岁的梁锦松时 傅明侠首次对媒体给出了答案 我喜欢成熟一点的男人 因为我属于不操心的那种人 不会想那么远的东西 只想现在的东西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傅明侠与梁锦松之间真的是真爱 婚后的郭晶晶仍然坚持朴素的生活作风 路边摊小超市都出现过这位跳水皇后的身影 今日郭晶晶出席代言活动 一身白色花纹长裙的摊 美出新高度 许多表示网友大喊 太好看了 嫁人之后 傅明侠抓紧时间连生三胎 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专心当起来全职妈妈 偶尔带着孩子出席活动 身宽体胖 一股阔胎味道 但是只要自己开心幸福 又多点 又有什么所谓呢 再看这张郭晶晶和傅明侠两人的活动对比照 郭晶晶给人的整体感觉清纯亮丽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孩子妈妈了 而傅明侠就不见人意了 不管如何都祝福两位跳水女王